哈喽大家好,我是雪佳,这期视频看一个养生壶,这是新的,他说是单位发的,一直没用,昨天拿出来插上键就跳闸,应该没啥大问题吧,咱拆开看。 咱首先用这个机械表测一下,它这个对地,火线对地,没事,然后,哇,零线对地,它是,看,打入了,换数字表,封名档的话,应该会响,看一下,哇,直接打入。 下一步咱们拆开看一下吧,这新浆货打成这,我拆开看了一下,是没有直接碰到地的,然后再一凉,正常了,太,太不短路了。 但是我仔细看了,也没看出,哪容易接到地,我把它再这样扣上,扣上再测量一下。 看,好了,打换大点,看,这也没事,咱们就看一下它这个大概工作原理吧,这个很简单啊,首先看这个两个红线, 这儿接的是指示灯,它接在加热管的两端,加热丝就在这里啊,这儿一个黑色,这个头,还有这个头,看这个红色是定点在这上了嘛,加热管通电,这个灯就亮。 然后加热管呢,再看一下,这个过来,这个里边,通常这里边是一个温度保险啊,这个温度保险。 直接接到哪儿了,看,过来,接到这个220伏接口这儿了啊,这个呢,是个火线啊,然后黄绿线是地线,地线直接接这个金属部分了。 然后蓝线,咱们就是刚才连着它,对地有点短路,连线过来之后,它这个有个开关,是档位开关,高低档开关。 这个开关也很简单啊,中间假如说接到这里的话,它就直通过去了,直通过来,经过这是一个微空气啊,微空气,然后接到加热丝的另一端。 这是高档,然后呢,假如这个开关接到这里,那么就通过一个二级管,看,这儿有个二级管,然后呢,再加到这个加热丝上,通过一个二级管,它功率就会减一半,这就是低档。 水开,停的话,就是靠这个微空气的啊,这个是比较简单的,可以说是最简单的。 下一步呢,把它装回去吧,也没发现具体问题。 这个具体哪个地方,零线和地线它俩碰着了,这个没找到具体位置啊,可能是拆的时候,本来它接触一点,然后拆的时候一拿开,它就不接触了。 当初肯定是接触到了,要不然它家里也不能跳漏宝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收看,下期再见,拜拜。